各位警察 她的要求我也在尽力满足 但是她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在工作中没有一点伤尽心 还时不时玩失踪 拿什么娶我 我爱她才想和她有个结果 但她和她家里人对我的态度一直很模糊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 有请地队情侣有请 吴先生24岁来自河北外卖员有请 孙女士23岁来自河北各体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是吧 对 谈了几年 三年 现在送外卖 对 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 是收入可以还是 收入可以 个体是做什么呀 在水果店 我现在主要是想学习一下人家的经营 然后想着以后自己开个店 挺好的呀 有这么清晰的头脑 恋爱不会谈不明白吧 她谈不明白 怎么谈不明白呢 说一说 那有一会咱们出去去饭店吃饭了 看着一个 就看着一个电视剧 那个女主 瞒着一个比她小五岁的一个男朋友 结过婚生过孩子了 结果人家跟我来一句 你生没生我孩子 结没结果会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那我当时不就看着电视剧吗 我那啥就跟你开个玩笑 我就问你一句吗 谁想你还当真了 吃一半的花卷你不吃 你就直接扔菜里边了 我没把那花卷拽你头上都不错 我摔完之后 正好我妈妈给我来个电话 我挺生气的 我也不想把这负面情绪带到家长身上 我就没接 人家给我来一句 你借你电话去吧 你当你的妈宝女去吧 多气人啊 是 而且她有时候还可自私了 那还有一回我们去商场 正好看那个西瓜了 然后我就想吃 我就赤裸裸的暗示她 我说你看这个西瓜看着多好吃呀 我就查明说了 她看了一眼价格 她说太贵了 咱走吧 拉着我走了 后来过两天 她不给我买 我就自个儿买呗 然后我去商场买了之后 我就准备先放到她那边 等第二天过去 我们一块吃呢 结果第二天过去 一开冰箱没有了 人家说 但人家自个儿吃了 那本身大冬天的吃凉西瓜就不对 而且她本身就是体寒 还是个切了的西瓜 放到第二天容易变质 然后我就给吃了 就是不想让她吃 你为了爱她 以身试毒 对 那你不是说服就完了吗 你不想让我吃 这什么都有理由呢 你常有理吧 她就是这样 就这样是吧 那应该离开她呀 但是她有时候吧 我不就吃你一块西瓜吗 还至于吗 还跟我闹分手呢 那我以后还能吃到东西吗 你老是这么吃毒食 对 那你就这样了 静静计较的 那以后 那我买东西 你买东西哪 自己买 自己吃自己的 不就完了吗 你天天上两天班 歇一天 你那点工资够我计较的吗 是我上班 我不好上班 是我累的时候呢 我总得有要休息的时候吧 我也不是机器 也不是24小时都得赚 总要有休息的时候 对吧 那也不是不让你休息 她天天通宵 她一休息 她就通宵打游戏 打游戏 天天那个QQ聊天 聊完天吧 我有一次发现 她直接把聊天机路给删了 你说你是不是有鬼呀 我聊天 我是用QQ注册的游戏 我为啥不能用QQ聊天呢 而且聊到多了 她会占内存 手机本身内存就小 我就给她删了 你看这小子 没有她说不出的道理 我看可不是这样 有情况 对 我有一次无意中发现 她空间还跟别人互动呢 一个哥哥 一个丫头的叫着 你是不是跟别人 有什么爱 我是玩游戏 玩时间长了 聊天聊 时间长了 人家叫哥哥 我就下意识地 叫个丫头怎么的了 那你之前一直喊我丫头的 你为什么要喊别人呢 我就顺嘴了呀 我就喊了一声 啥叫顺嘴了呀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 人家喊哥哥 我毕竟下意识地 就喊一下丫头 或者喊个妹妹啥的 不是那你为啥不喊妹 这丫头不是你叫她的吗 可能就是顺嘴了 然后就叫成丫头 哎呀 你跟几个顺嘴呀 就是 也就一个 谁呀 就是玩游戏的 那还挺特别 你要都叫顺嘴就没事了 就恰恰对你一个顺嘴了 这就不对了吧 也就是玩的时间长 有多长啊 也就是玩了多半年吧 一起玩游戏 都多半年了 跟一个姑娘玩游戏 我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 毕竟上来人家叫我哥哥 那你怎么会顺嘴叫丫头呢 就是 你确定你不知道她是男是女吗 我是真的 你玩游戏的时候没连过麦吗 因为之前打游戏的时候 是不连麦的 她有时候还拿我找借口 最离谱的一回 她直接失联了半个月 她还拿我找借口 还说是关心我 她才不跟我说呢 就那回她本来是跑外卖 本来就跑得不认真 然后之前有一点 就是挣的也少 然后欠款的时候 没有来得及缓上 我就挺替她着急的 然后我给她发微信 那我失联也是有原因的呀 那我给你发微信 微信你不回 电话也不接 后来直接给我逼的不行了 我说那直接不行分手吧 什么也不跟我说 那会儿呢 然后你出现了 人家总有客服 给我打电话催我 当时手里也没有钱 我呢又不想把负面情绪 传递给你 又不想让你担心 所以呢当时手机就静音了 可能也没有听见你打的电话 那你以为你失联我就不担心吗 你那会儿是在跑外卖 他一失联我就怕 他是不是怎么被车撞了呀 怎么的 后来发生这个叫丫头的事 我还怕他是不是跟别的小姑娘跑了呀 他还有一回过年的时候 直接失联了 就我正好春节的时候 我回家过年了 他自己一个人 就他一个人在异地 我本来就挺担心他的 怕他不开心什么的 那我过年失联 那我不也跟你说了吗 然后我因为工作的原因 然后被公司开除了 又当时是大冬天的 天也冷感冒 然后发烧了 住了几天院 那我能大过年的 我跟你说 你来天津照顾我吧 你再从家里边坐车 再连夜赶过来 这样你家里同意吗 而且我也不想让你担心呀 对吧 但是你又失联了呀 在春节的时候失联 我肯定会担心你 你当时跟我说完 我就算当时过不来 我过几天 我也会赶紧过来陪你啊 照顾你啊 本来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 就挺可怜的 我感觉 我这样不都是为了在乎你吗 我在乎你 所以他不跟你说的 对对对 我在乎你就是让你担心 是吧 他老以为失联 我就不担心了 对对对 他就是这个逻辑 这是他的逻辑 那你在乎 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你在乎我去纪线爬山 我们出去玩 凌晨两三点那时候出的门 然后我又累又困 当时还挺冷的 然后爬山的过程中吧 他也不理我 他就自个儿 扛吃扛上往上爬 到了山顶之后 举起手机就拍照去了 我当时就觉得挺生气的 也不关心关心我 他看图我脸色也不好了 他就问我 你怎么了呀 我当时又生气 我也不想理他 我就说我不想看见你 后来我转身 我就想要下山了 然后我走了几步之后 我发现他 我回头我都没有看到他 我更生气了 还挺失望 后来到了半山腰了 他才给我发了个位置 问我说 你在哪呢 你说你当时干嘛去了 你发现我走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 那毕竟头一次山山拍视出嘛 本来是心情挺高兴的 我问你呢 我能开心吗 你不管我 然后你咋的了 你也不回我 你就直接给我甩一句 我不想看见你 你转身就走 我以为你开玩笑呢 我也没有在意 我就继续拍去了 我拍了一会儿之后 我发现你人不在了 我去找你 没有找找你 然后我就给你发位置 给你打电话 问你在哪 你呢 你告诉我 你直接下山了 你给我一个人扔上面了 在外边 人生地不熟的 你万一磕一下碰一下呢 你让我怎么办 对吧 那后来到了山脚下之后 我还不给你缓解了嘛 我说咱们去吃火锅吧 那吃完之后呢 人家过那个红绿灯 我还脚疼 我走得慢呀 人家看了我一眼 直接给我甩开了 他自个儿走了 那是啊 你给我一个人 丢在那个山上了 然后你呢 走路也磨磨叽叽的 然后出发之前 我告诉你 准备穿运动鞋 你呢 你就是不穿 你就要非穿板鞋爬山 那你能怪我了 而且红绿灯 马上就要变红了 我想让你走快一点 你呢 磨磨叽叽的 不往前走 对吧 我脚疼 按着车来了 我也走不快呀 那回了酒店之后 我又累 我又脚疼 那回去之后 我吃完那个火锅之后 我还胃不好了 我想找你给我买点药呢 你干嘛了 你回去就在那 连麦玩游戏去了 我叫你了 你都没听见 那你回去直接躺床上了 我以为你要睡觉了 不就打会儿游戏吗 然后我总不可能 你在睡着觉的时候 我再叫你一下 我问你需要点 干点啥 对吧 这个时候你开始贴心了 那第二天呢 第二天回到天津之后呢 我天哪 这还是一个连本句是吧 从日出开始到日落 从日落又到了日出了 到第二天 亲戚打电话 说回了天津之后 毕竟玩了一天了 挺累的 亲戚说请去吃个饭 你呢 你当时啥表情 一副不乐意去的样子 那我同一天 上了一晚上的气 我还累着呢 我怎么去啊 我跟你说 去吃个饭怎么了 毕竟亲戚叫呢 以后你要入了我们家门 还咋跟亲戚相处啊 对不对 尊重一下长辈 还是有吧 这个道理 那尊重长辈没问题啊 那你关键是 你怎么对我的呀 你平常你也没尊重我呀 就我第一次 上他们家登门的时候 他明明知道 我不喜欢吃回向馅 什么回向啊 香菜啊 我不喜欢 结果去他家之后 他们家饭桌上 给我摆的是 回向馅的饺子 那你会也吃了吗 那会儿 那我能不吃吗 我都已经上饭桌了 我要是不吃 那不是剥你们家 大人的面子吗 我能不吃吗 而且饭桌上 全是凉菜 都没有热菜 那我怎么想啊 那夏天呢 吃点凉的清淡呀 对吧 我们家上那边 就招待客人 就是以脚了为主 而且回向的寓意还好 而且那个 这会儿不是他体寒了 是吧 不是正常夏天 他这会儿体热了 是吧 年轻人怎么把恋爱 谈得这么斤斤计较 咱说点大声行吗 后来就家长见面了 双方家长见面 我是家里边就是我父母 还有我两个妹妹 一个弟弟 我们一起过去 就是提前已经说好了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 每个人五百的见面礼 没去之前第二天 他就又给我打电话 就见面礼上面 就给我讨价还价了 就说给我要 给我四百了 我当时我跟父母说 我说你家里边要来人 要带着晚辈 我父母呢 说就是四百呢 事事顺利 六百呢 六六大顺 当时呢 我也考虑了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家电条件 状况呢 可能当时是不太富裕的 我能给你打个电话 不问了你一下吗 我说跟你三两一下 我说能不能给四百 当时正好 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爸妈也在身边呢 我就想 我也想争口气呗 而且他要给多一点的话 我爸妈好歹 对他印象也就更好一点 然后我就 我就想着 那六六大顺不也挺好吗 你要不然就给六百呗 结果他最后 还是就给了四百 然后我们爸妈 也就是有点不高兴那种 我本是打算着 这些钱给了弟弟妹妹 还不如日后 嫁到我们家 直接把钱给你呢 对吧 那你也不能这么干呀 搞得我爸妈 现在也不太高兴了 然后后来 我们就是两家 聊彩礼的事情的时候 就还聊彩礼呢 嗯 别聊了吧 这还聊啥呀 但是 一点体贴和关爱都没有 还聊彩礼行 聊不好我猜 聊得好不 没聊好 你肯定没聊好吗 来说说吧 怎么聊的 我们家要的也比较高 因为我还有两个妹妹 一个弟弟呢 然后我们那片 要的都比较高 刚开始是要 说的是二十多万 后来他们家 也不怎么乐意 那我们就降量呗 他们也稍微涨涨 中和一下 后来我们家 就降到十八万八 就这么谈啊 但是也没聊好 然后他们家 还不乐意给 刚开始谈的时候 他们家也不给 反彩礼 也不给反嫁妆 我说那不给反嫁妆 这还有扣点呢 这也有扣点 我说我们这边的习俗呢 基本上就是 十万块钱上下的 我爸妈父母这边 给的意见就是 如果出十万块钱左右呢 他们那边能接受呢 我俩就把婚日定了 然后再调个日子 把婚结了 然后如果不同意呢 就是差多少 我这边去挣 后边我挣够了之后 然后我再娶她 那你说你得挣多久呀 我又得等你多久呢 这样努努力 两三年指定 还是能挣出来的呀 加把筋不就可以了吗 就靠你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吗 你还吃不吃 喝不喝了 还想娶吗 我父母是支持我娶的 我问你完了 想娶 你父母支持你娶 你不想娶 我想娶 啥时候娶 先挣钱 挣了钱 然后这两年 先把事定了 然后钱够了就去 啥时候钱够 两年左右 如果不够咋办 不够去借 再说一遍 我努力挣 把那个原话说一遍 不够去什么 别憋 不够去借 借钱娶媳妇 对 娶媳妇是为了什么 以后日子过得好 以后日子过得好 还没娶呢 就借了一笔钱回家 这日子能过得好吗 后面努力 应该可以 后面努努力 前面都努不了力 后面怎么努力 你确定你爱他吗 爱他什么 就是可能时间长了 也是更依赖他吧 你了解他吗 了解 了解他个啥 我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还有他的脾气 还有他的脾气 你了解他吗 之前挺了解的 现在不了解了对吧 因为现在可能是因为我的改变 所以说你小子就是 鬼经鬼经嘛 不用正道嘛 不说实话嘛 对吧 今天女生来的目的 哪里是什么帮助他改造的 女生来的目的就是 你得承诺你娶我 对吧 我只是想解决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是让他承诺你娶 他娶你吗 其实这个我知道 这个结果我知道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他会娶我 太自信了吧 但是 太自信了吧 没事 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伯红兄 对彩礼 我历来认为 应该改变 这是对对方 把女儿养育大的这一种感谢 但彩礼 必须要量力而行 你们互不相让 一个只能给这么多 一个坚决要这么多 连界面的红包 四百五百 你们都会 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男生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 他任何东西 都有自己的理由借口 这样下去 你会永远活在借口和理由当中 成为借口和理由的一部分 吃西瓜 是为了女生好 很显然你喜欢吃 你失踪 又说是为了女生好 很显然你是一种逃避嘛 我们说恋爱的过程 其实 就是婚姻四孕云的过程 看着我们之间合不合适 我们之间能不能今后永远在一起 现在答案很明晰了 所以希望你们两个人清醒的 放弃幻想 放弃功力 去看一看 你们两个人之间 有没有爱情 谢谢 谢谢包红兄 许总 刚才川在说呢 这个你们了解对方吧 你说了解 他说不了解 是吧 我认为真实的情况 恰恰相反 你是不了解他 他是太了解你了 你说了解他 请问他消失的那些天 哪里去了 到底是为你好 还是说 你压根不知道 这个男性在想什么 你倒很了解他哦 因为你知道 这个婚肯定是结的 他肯定是跑不了的 所以我能啊 省点就省点 能省点钱就省点钱 能省点心就省点心 为什么你在他面前 表现出所有的问题 背后都有一个 貌似完美的答案 实则呢 破绽百出 删掉对话记录 是要为了省空间是吗 那点文字不占空间的 占空间的是图片 所以你到底想隐瞒什么 你想省什么 你心里觉得这个女人 到底对女人来说 最重要吗 还是是否是 那个结婚的对象 你想给自己 留什么机会啊 所以这段感情 一定要审视 好好动动脑筋 你面前这个男人 你不再了解了 你是否爱他 也未必 因为你都不知道 什么是爱 就这样 谢谢曲总 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今天所有说的都是 哎呀什么彩礼吧 这个 就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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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见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